您不能不知道来关心又爆出食案问题 高雄人物博生冷冻公司 涉嫌已过期的猪鸡 牛鸭等肉品 混装新鲜肉出售牟利 前条搜索当场在冷冻仓库 还有出货的货车上查获到11.4公顿 过期肉品 而这些肉恐怕都过期了半年以上 调透地检署指挥卫生局等相关单位 来到高雄人物一间冷冻公司进行搜索 因为业者涉嫌将过期肉改标后出售 高雄卫生局日前接获民众陈琦 指振博生冷冻公司在卖过期肉 与检调展开追查 专案小组9号前往为在人武林园两处 冷冻食品仓库 食品行 还有谢信被告住处进行搜索 当场在冷冻仓库一击出货货车上 查获过期肉品11.4公顿 有影响到说我们作业 作业喔 对 还是暂停 暂停喔 员工说暂停作业 但记者在冷冻公司的外头 仍发现有货车在进出 还有没有在出货啊 不知道耶 喔喔喔 你是来带货的吗 不应该啊 你 检查冷冻 看到大批的记者找上门 业者赶紧拉下铁门 检调发现 货责人谢谢夫妻 疑似以低价大量收购 快过期的猪牛鸭鹅 等等的冷藏肉 过期之后冷冻 之后节冻改标冷藏卖 或是混新鲜的肉品来卖 赚取价差 还传出有多间的五星级饭店 和餐饮店受害 经检察官讯问后 任谢信及灵性被告 嫌疑重大 虽有羁押原因 然无羁押之必要 原分别余知 新台币40万元 及20万元交保 栏东公司负责人夫妻两 除了涉嫌徐伪标示 炸其罪 卫生局也将一时安法开罚 最终可除两亿元 而这些过期肉品 恐怕都超过半年以上 究竟有多少的过期肉 流入市面 或是被消费者吃狭度 相关单位还要再追查 就我们挺好成龙 在高雄的采访不到